防疫战役还没有结束 大家都得要继续努力 疫情爆发以来呢 其实学校的教育也从课堂转为线上 但这一年来啊 线上的学习也暴露出城乡差距 以及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 许多低收入的家庭就面对着云端上课的困扰 根据击打消费人协会的揭露 州内有许多的家长就因为疫情影响生计 被迫向高利贷借钱买电脑给孩子居家上网课用 面对昂贵的利息 最后呢根本就无力偿还贷款 疫情下的教育困境引起了关注 民间组织就发挥互助的力量 在全国收集二手电脑 经过整修测试之后 再派发给有需要的家庭 改善学习条件 可以看到那个方面清楚 可是有一些可能就是里面的零件的问题 零件的问题的话 就会出现说可能是有一些 比如说看到这一个 它还要用什么胶子来贴着 可是基本上还是可以用 每一台回收回来的电脑都会再三检查 李慧慧和友人将回收电脑 派发给清寒学子 成功带动善的效应 疫情期间 清寒学子缺乏线上学习工具 有了这些电脑 孩子的学习再无后顾之忧 目前已经成功募集到超过270台二手电脑 其中的31台精油合作伙伴协助维修后 已经派发给清寒学子 一般上我们收回来的电脑 我们都会check它的model 如果是Intel i3以上的 这个Intel i3以上 我们都会把它先抢求 因为以现在MCO的情况来讲 我们需要的上网课 学生需要的这一组里面可以用的东西 那一台基本上是开不到几 它的荧幕还好的 这一台就荧幕坏掉 让我们把它的荧幕兑换 所以他就有问我说 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公司的分行 因为我们公司在全马有十个分行 在一些主要的城市 这样我说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不如我们就把它当作是 我们基金会的一个活动啊 不要忽略这一台旧的电脑 因为它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这个命运 疫情何时能结束不得而知 有了二手电脑孩子科业不耽误 又能延续雾命一举多得 肯定帮得到 我觉得还算是及时雨啦 如果是有电脑在手的话 不管是作业的处理 跟老师互动的处理这些 包括笔记方面的处理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 教育部已经宣布将会分阶段 让学生重返校园上课 部分学校基于教室空间限制 被迫采取在校几居家上课模式 如果真的没有这手机电脑的话 用手机的话上课是很辛苦的 因为我们一天上课的那个大概上了六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的这种课程 在世跟庄 慈激志工以协助派发以维修好的电脑给需要的家庭 之前用手机的时候上网课 过后你会觉得眼睛很不舒服是吗 没有就是老师姐的还把其他旁边看不到 看不到然后你才用那个温水啊来敷眼睛啊 不是啊是我 二手电脑送温暖之鱼 也解软眉之急 为清寒学子出一份力 卖带侯佩斯林彦均 吉永坡报导